接下來就是滑車的題目 就是滑車 滑車實驗 他我告訴你 我做等加速度 0.5公尺秒 平方告訴你 砝碼質量 告訴你重力加速用十算比較好算 滑車質量是1.5公斤 第一個問題 砝碼重力這很簡單 有砝碼重力0.1公斤 0.1公斤重是幾牛頓 再來摩擦 你看喔 我已經告訴你加速度是0.5對不對 表示合力的 表現加速度0.5 那顯然 顯然 我這裡面的力有別的啊 他已經暗示你了 我有摩擦力 外力的合力 第一題又是簡單的 單位換算而已 0.1公斤 砝碼0.1公斤 幾牛頓 這個是超簡單的單位換算 還用很好算的來算 No.3 可愛的3號 伊豆尾 他不會喔 他不會就完蛋了啦 多少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搞屁啦 請坐下 那你說對了 那個小女生你說 他用10來 他的肌用10來算啊 哦 對 他用10啊 0.9 加速度9.8的時候 一公斤重9.8牛頓 那現在是10啊 就成10啊 F.MMA啊 F.MMA嘛 F.MMA也可以啊 你用背換算的也可以啊 你不知道摩擦他呢 那摩他有多少 他已經把加速度告訴你啦 他已經把加速度告訴你啦 好簡單啊 好棒棒啊 好棒棒啊 來 可愛的30號大人 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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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答案啊 欸 0.2 0.2 請坐下 F.MMA F.MMA是外力的合力嘛 他受了兩個力啊 一個就是我那個 法馬重嘛 他一個是摩擦嘛 M就是受力量全部嘛 1.5加1嘛 A就是他告訴我的0.5嘛 所以呢 合力就是重力要扣摩擦 然後受力量全部受力1.5加0.1 然後咧 A就是你告訴我的0.5 往裡面帶 他就0.2 所以他用0.2牛頓 很簡單 很容易 重點就是那個誰受力受哪些力合力是多少 可以嗎 可以 再做一題 再做一題 滑車實驗 滑車質量8 法馬質量5 放下來 然後又是告訴你下降1.5公尺1秒 這叫做真正表現的加速度 剛才心腸好直接告訴你加速度0.5 現在心腸不好 你要從 1秒鐘下降1.5公尺算加速度 然後帶回去 其他就跟他一樣 其他就跟剛才一樣 剛才是心腸好直接告訴你加速度0.5 你就往裡面帶就出來了 現在心腸不好 他是告訴你說1秒鐘走1.5公尺 然後再去問 你要由這邊去算數加速度 由靜止出發走1秒鐘走1.5公尺 由這裡去算出加速度 然後的做法就跟剛才完全一樣 然後做法就跟剛才完全一樣 OK嗎 現在要找男生找女生 男生嗎 女生 現在找女生 是嗎 對啊 OK 我再說一次 你要從1秒走1.5公尺找加速度 然後就跟剛才的做法完全一樣 Number 9 9號 可愛的9 在哪裡 可愛的9 A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A 下落1.5公尺1秒鐘 畫VT圖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 以面積三角形 底乘以高除以2 可以算出來V叫做3 那就兩個點 0秒的時候是0 1秒的時候是3 就可以球出A Delta T Delta V 找到我的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3 然後就跟剛才一樣了 1誰受力 全部受力 2受幾個力 2個力 那個砝碼的重量 還有摩擦 合力要相減 然後等於受力這樣全部 8加5 全部受力 加速度剛剛算出來了 所以帶進去F等於MA 外力的合力 重量要減掉摩擦 受力這樣全部 A就是我量到的加速度 所以帶式子 就長這樣 力量 5公斤重 要減乘以9.8換牛頓 扣掉我的摩擦力 等於全部質量加起來8加5 A我剛剛算出來3 然後就會得到10牛頓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就是A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食物 可以嗎 OK嗎 OK